在這個時候 中國戒選這件事情 被大家討論的 因為密度跟強度 都會越來越高 特別是這件事情 剛剛講到說 要不要把郭台銘拉進來 結果現在 老共要對富士康查稅了 這個到底是在政治上面 直接的來干涉 台灣的總統大選 還是說對 我中國反而缺錢嘛 刮點油水來給我們花花 我們先來看看這條新聞 中國官媒報導 中國政府出手 對富士康進行查稅 及土地調查 被直指衝著郭台銘而來 是不演了的戒選手段 就連民進黨總統參選的賴清德 都隔空聲援 不要說選舉高的時候 就要拆出動作 要來別台銘標台 然而針對戒選議題 藍 白 郭 三方陣營 卻很低調 因為這件事情 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這個就是單純 在中國大陸的一些商業 跟政府調查的行為 要是沒有中國大陸 沒有今天的富士康 堂堂正正做事 就不用害怕 再次的強調 要是沒有中國大陸 也就沒有富士康 僅有戰鬥男領袖 趙少康公開發文 身處美中角力前緣 兩強都企圖關切 甚至介入台灣選舉 但是僅中共太過介入 只會適得其反 文中也非只針對中國 而是將美國一併討論 中國進入台灣大選手段 包含共濟共建老台 禁止台灣農譽產品輸入 同派團體擾亂 或是外交系統打壓 夾訊息滿天飛 打壓台商更是實有所聞 這回對鴻海帝國 富士康下手 也再次顯示 中國界選N加1不取 持續進行 ING 郭台銘都沒有對這件事情講話 之前不是很大氣 沒錯 我先跟大家講 最近有些怪事情 有些怪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 富士康被查碎 這跟中國有關係 第二件是晚點會聊的 趙天麟的婚外情事件 跟中國有關係 第三件事情 鄭文燦的事情 疑似跟中國有關係 傳出是在澳門的影片 跟照片出來 對不對 我先跟大家講 大國之間的戒選 我先跟大家講 大國之間的戒選是這樣 或是說代理人戰爭 他們會有一定的規則 跟潛規則 譬如說以俄武戰爭來說 如果美國沒有直接 介入到俄武戰爭 我是送武器 提供軍選 那中國或是俄羅斯 就不會直接進入到 烏克蘭戰爭這個戰場 就是會讓整個戰爭 變成代理人戰爭 兩邊界選的方式 進入到台面下 可是問題是 最近有第一件怪事出來 是什麼東西 是賴佩俠的美國案 他在四十幾天內 賴佩俠的美國國籍 就被放棄了 這件事情當時我們普遍解讀 老美出手 而且是毫不遮掩的出手 說美國出手讓賴佩俠 在四十幾天就放棄 逼郭台銘分裂國民黨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說 美國出手 可是當美國出手之後 中國也不演了 中國不演的第一部曲 就是富士康啊 你可以想到上週四晚上 賴佩俠的美國國籍 在四十幾天內 八百里加急 火速被放棄之後 禮拜六日這個週末 就傳出富士康被中國查稅啊 而且被中國查稅的狀況之下呢 郭台銘的損失 今天股票還沒開完盤 我不知道 郭台銘損失多少錢 郭台銘昨天一天 損失50億台幣啊 今天呢可能會再損失50億台幣啊 以工業複聯 工業複聯其實就是富士康啊 在上海證交所的 23號上海A股來說 他光是跌就跌掉多少錢呢 跌掉了這個 看 2000多億人民幣啊 嚇死人了 你真的是會嚇死人啊 真的嚇死人 跌幅是10%啊 我還覺得說中國這個查稅 一查光工業複聯 就已經少掉多少錢 少掉1.5兆的台幣之多啊 所以這個東西 那郭台銘怎麼辦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嘛 那郭台銘呢 當然了 這個郭台銘據委辦公室說 4年前就交出經營權 只是要去問鴻海公關室對不對 鴻海公關室才想 我才想問你咧 你沒有選我們搞成這樣子嗎 對啊不就你嗎 但是呢 危機就是轉機嘛對不對 郭台銘過去不是常常吵的啊 說只有他可以搞定美國跟中國 台灣要進入到大談判時代 我老郭是比賴清德 比侯友宜 比柯仁 更能搞定兩岸的人 對 去談判一下你的這個工業互聯網 展現一下你的能力 對不對 郭台銘現在有三鳥入手 1. 展現自己的談判能力 跟中國談 欸 別鬧咧 我們這是有談判能力 然後展現你的後台 如果郭台銘真的可以把這件事情喬掉 但他明明會上來喔 哇 對 一定 來因支持者會相信 郭台銘是這個背後 是真的可以搞定中國的喔 這是第一條路 第二條路 他可以就像他競選參選的時候 那麼的水鬼 Yes please do it 對不對那時候他被問到 要沒收紅海財產怎麼辦 他說Yes please do it 他第二條路就說 Yes please do it 你查你的帳 我老子選到底 對不對 但他名調也會起來喔 因為郭台銘現在有一個 被大家懷疑就是說你的財產都綁在中國 對 你到底能不能逃脫他的控制嗎 那他都很sukui說 Yes please do it 他第二條路呢 就是說 來 你要查就查 我一天掃50億 我老國甘之如意 2000億打水漂 毛毛雨 我為了中華民國 粉身碎骨在所不行 欸 這個態度 民調也會上來喔 對 可最怕第三件事情 嗯 不選了 就是英雄跟狗熊的決定 就在那一線之間 李子跟麵子之決 對 對不對 你要為了麵子去選下去 一天燒50億 還是為了李子 算了啦 不選 不選就退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他如果說啊 算了啦算了啦 不選就退掉 我跟你講他整個人生就毀了 他 他不會毀啊 他一世人就為了 他不會毀啊 為了要有那個定 你在講什麼傻話 你的財產請問多少錢 人家有2000多有什麼好毀 我也不是要比錢 他去捷克古堡哭而已啊 我也不是要比錢 哭累了 騎馬到處跑啊 你有騎過馬嗎 你有養馬嗎 對不對 然後呢 騎馬騎累了 上他的遊艇在地中海走啊 請問他哪裡毀 好不好 不要用你窮人的眼光看郭台銘 好不好 所以郭台銘現在這個呢 盛恭喜李子面子之爭啦 但是我還是要回到最前一條 我覺得啦 美國跟中國在台灣的界選 已經從檯面下 達到檯面上 因為美國不演了 直接讓賴佩俠四十幾年通過 對 所以最近你看到所有怪事 都跟中國有關 中國富士康查 所以趙天玲那是2011年的 中國籍女子喔 對 現在大家比較不能接受是 他可能是來自於中國的 雙面間諜嘛 嗯 再來鄭文燦今天的事件 雖然他說年代久遠 目前當然我們製作人說是在台北 或什麼不談 可是現在傳出來是在 2011年的澳門 被拍下來 無論如何在現階段 把一個成年的東西丟出來 就很詭異 都很怪 所以說這些事情 我只能這樣講 選戰真的進入到白樂化 對 真的會進入到那種 冰血相認的地步